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宁哥 有句话叫性格决定命运 关羽的一生就十分契合这一句话 关羽一生最为看重的就是忠义 后人赞道,一波云天观云长 当时曹操为了收买关羽而封关羽为汉寿亭侯 并驻金饮而辞之 但关羽重于刘备,将金饮悬于大唐而去 可见功名利禄都不能收买他对刘备的忠心 由此得到了刘备对他的绝对信任 所以刘备很多事情都放心地交给关羽处理 关羽也因此变成了刘备的左膀右臂 关羽虽然机智过人,忠诚勇武 但他为人骄傲自大,经常目中无人 当时关羽奉命去攻打长沙 诸国亮作为军师,在战前曾经给关羽分析过局势 并且忠告关羽,长沙太守韩玄麾下 有一位年过六十的老将 手握大刀可以以翼底板,十分厉害 让关羽小心应对 可此话却引起了关羽的不满 于是他非常愤怒地说道 一个年过六十的老汉,哪里还有能力跟我对抗 语气中充满了不屑 诸国亮知道他的脾气,对此也很是无奈 于是,在关羽和韩玄麾下的老将对战之时 这位老将虽然年过六旬 但在刀法上却和关羽战成了平手 关羽一生中很少遇到对手 这让关羽的自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 在阵前,关羽有机会将马师前提的老将杀死 但关羽的性格不允许自己凌弱 于是将其放了回去 后来老将被韩玄逼迫 用弓箭取关羽性命 老将为了报关羽不杀针 只射中了关羽的窥婴 这是关羽为数不多的败机 被其视为耻辱 而这位老将便是皇忠 刘备入术之后 荆州需要有人来镇守 于是安排诸葛亮选麻人选 诸葛亮最后思来想去 选择了关羽去镇守 因为关羽虽然骄傲自大 但是没有更好的人选了 只能在临行前告诫关羽 要东连孙权北剧操操 然而关羽却没有听明白这八个字 关羽去了荆州之后 孙权也在想方设法地讨要荆州 用激将法引关羽过江饮宴 关羽单刀附会 破了孙权的计谋 后来孙权又想用联姻的方式 让关羽的女儿扣到洞武 结果被关羽一句 五狐女安肯驾全子狐 推了回去 洞武一计不行再是一计 计计落空之后 不得已才使出了暗中偷袭的计策 来夺取荆州 这时关羽性格的缺点又暴露了 吕蒙抓住这个弱点 向关羽示弱 从而使关羽放松警惕 又由于关羽水盐骑军 导致曹军大举难下 在曹羽和孙吾的两面夹击下 关羽大败 最后败走麦城 后来被吕蒙所杀 总的来说 虽然关羽的性格成就了他的威名 可同时也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三国时期是一个乱世 乱世出英豪 关羽便是其中之一 他死的实在可惜 当然 如果他能够听从诸葛亮告诫他的八个字 或者他能够不骄傲次大 或许就不会丢掉性命了 你认为呢